嘉義市政府小鳳教救災救護知悉科 在真正的民眾部案表現 任從當路到中後路路口有車輛兵車 加速受困在車內 在這派遷第二大堆港区分隊出動救護車 和救助棄宅車全都求救 嘉義市長就叫任安告中節 歡迎加速受困車來 你這歡迎加速意識不清 嘴跟旁邊有出貨的情形 水智四王港区將車替関座刷檔並肯定 在順利打開車問題 早期任安馬桑建立車來 將車重點並叫出家室緊急送醫 那他身上口鼻有出血的情形 那我們救助人員隨機先固定車輛 那固定之後我們人員進入車內 將患者帶頸圈保護他的頸椎 那利用一些救助的器材將他救援出來 叫任安坑還價帝上頸圈構定 民眾人構定在常備辦民眾 又叫車三方便宜治療 而且萬一有近乎調查人中 請閃到民眾的市場方不得 人民之福 我想嘉義市 我們污水下水道 雖然起步比較晚 但是我們也在 極盡努力的溝通之下 大家真的看到了它的優點 以及它的必要性 所以配合度後面就比較高 那我們同仁也更看到了 在這一方面不只是工程 更要有人文 所以在人文當中 大家能夠把好的環境 給開闢出來 那這看不到的工程 比起什麼都重要 也藉這個機會 把我們的污水下水道的相關 我們再做一個優化 再做一個提升 我想讓我們居民的 生活品質能夠更好 防疫的工作隨時是挑戰 是嚴峻的 很感謝大家的同心 大家平安健康 再一次謝謝我們所有的夥伴 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用心 我們相信 我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早日恢復生活的自在 衛生習慣保持好 這可以讓風險降到最低 願大家一切安好 一起加油 謝謝